哇塞 而且最近地震很多 大家真的不能够乱打枪 而且最近高雄好像开始要陷水了 这个大家要多多注意 不过同时间梅雨季也要来了 那这个梅雨的时间好像去看房子就蛮麻烦的 好像会湿湿的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梅雨季反而是最好的看屋时机 真的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广告后回来告诉你 周遭环境详细调查 细心探寻社区民情 全国陪我找到好处的影片 交屋前屋况仔细验收 充分保障您的权益 全国帮我找到好房子了 全国不动产 在地好家 实在厉害 欢迎回来苹果先房市 其实梅雨季的时候 不管到哪里 到处好像都湿答答的 很不舒服 让人都不想出门 不过就像你说的 其实下大雨反而是买屋看屋的好时间 因为它反而可能可以让房子的一些缺点 圆形毕露 就让我们来看看 下雨天不要只是坐在家里躲雨 想要买房子吗 趁着雨季看房 受潮的瑕疵屋况 都在你面前圆形毕露 苹果先房市今天告诉你 哪些地方是雨季看屋的重点 就是不要你买到受潮屋 外墙剥落和二次施工的房子 因为房屋结构已经受到破坏 若遭受到雨水的侵袭 房子就非常容易受潮 进到屋内该怎么做 专家告诉你 我们在去看屋的时候 我们还是从天花板地板跟窗框 这个三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去做比较仔细的观察 或是手部的触摸 那我们去看一下说 是不是有水质或是发霉 或是甚至避癌的一个状况 壁面若发黑或出现不明水泡式隆起 代表墙壁内已经饱含水气 建议民众看到凸起的白墙 可以用手触摸 如果壁面亲碰就脱漆 表示该物件已经开始有了 臂癌的前兆 而窗框因为容易受到雨水的侵蚀 如果窗台泄水坡度不佳 也很容易出现臂癌的情形 通常厕所的位置跟二楼或三楼的位置 都是同一个位置 进来看房子的时候要注意 天花板的部分有没有剥落 或剩漏水的情形产生 如果有的话 也要请漏水专家来处理 而卫浴因为环境潮湿经常发霉 如果水管已经老旧受损 那么发霉的情形就会更加严重 建议民众可以观察水渍 或者是打开天花板检查管线 就能彻底了解卫浴 是否有漏水的状况 除了在雨天的可能三天后 去可以看到比较发霉 也许可以去观察到发霉或是避癌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也不要忽略了 其实大晴天去也可以去看看房子的一些状况 包括日照的方向或是是否有西塞的这样的状况 跟每个房间的采光量 其实应该是多看几次 不管各个气候条件都去观察一下房子的状况 其实会对自然比较安心 所以在梅雨季看房 墙壁 卫浴 窗框 就是房屋是否受潮的重点检查项目 房仲撞鬼升级了 而且这一次超猛推出2.0版本 那我们的单元名称也特别改名了 改叫撞鬼online 而且各地提供的撞鬼的讯息越来越多 而且这些鬼都是越来越凶猛 而且这一次是由越轨无数的江伯乐老师 要来提供我们这个鬼故事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拍到了 请看 我曾经处理客人在卧龙街 他刚新买个房子 但买进去之后家里闹鬼 所以他不敢住 当时建商在盖这个房子的同时 建商新地很坏 建地的后面是一个万英公庙 但是建商呢 用围里把它遮起来 很多人来买房子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后面有个万英公庙 后来我客人搬进去之后呢 住在里面的人 有了生病 有了忧郁症 有了想跳楼 有了夫妻离婚 管理员在晚上值班的同时 都可以看到鬼魂 从大门进进出出 盖这个房子的同时 走道上 走道刚好是面对万英公庙的前面 楼梯呢都比较阴暗的地方 我当时去的时候 在楼梯口就站了很多好兄弟 鬼魂认为说 这个本来就是我进出的地方 听说管理员 顶多待两个月三个月都不敢出 我去处理的同时 发现很灵异的事件 进去这个房间里面 事实上是没有东西的 没有鬼魂的 卧房这个门打开的时候 我吓一跳 偶然有一个鬼魂 站在这个衣橱里面 看一下之后就不见了 我建议客人说 你不妨把房子卖掉 有时候选房子要特别注意 周遭有万英公庙 或是无准的孤坟 或是寺庙 也比较容易闹鬼 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慎选这个房屋 一生一次 人生的美术馆 练练台中 相邻美术馆 欢迎回到苹果仙房市 刚才看完那个 撞鬼online的部分 天哪 我觉得心里 真的是超毛的 鸡皮疙瘩大家都起来了 听说越古老的城市 好像是不是就越容易闹鬼 好像有这种说法 古都 尤其是类似 像京都这种 对不对 虽然京都是个古城 不过它很多的古迹 这个街道也都很古色古香 非常的美丽 今天我们的片尾 就要带大家去 导饱京都的风光 你刚刚被吓坏了是不是 真的 大得多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苹果仙房市 下周三晚上八点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